如果一个男人给你哭穷 如果一个男人对你抠 你可能觉得这个人是从小养生的性格 他很抠 但实际上是什么 是他根本不想给你花钱 首先他在刚开始追你的时候 他可以天天陪你 天天给你关心 天天给你许诺 只要是能让你开心的事 他都能够说出来 因为聊天是没有成本的 平时总是会问你 吃饭了吗 饿不饿 你说不饿 然后他就会表现出来非常非常着急 赶紧会关心你 叫你去吃饭 别会坏了 但是他从来不会付出行动 他知道你不吃饭 给你订饭 你会开心吗 他知道 但他就是不订 要是你说饿 他就会说饿 赶紧就去吃 吃点东西 我告诉你 你都不用吃 知道吧 你吃他给你画的大饼 你都吃饱了 然后总是给你哭穷 节日呢 也从来不会有任何的表示 你不要 他就不买 你要了呢 他还嫌你物质 总跟你说 等以后 但是你给他买啥 他都要 你要是你看 如果他碰到了迪热巴 他就算是把他家房子卖了 他都愿意 而且千万别觉得 一个人有钱 就可以和他在一起 你一定要看他的人品 他有钱 他不一定给你花的 不傻 那个都是他自己挣来的 脑瓜子赚的贼快 你知道吧 他给你花多少钱 就代表你在他心里值多少 其实有的时候 人一定要记住 碰到那种跟你哭穷 平时光跟你动嘴 没有付出任何的实际行动 根本就不觉得 你有多重要 而且在生活当中 他也一定不会对你有多好 行行吧